我们要观察的是爱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负担了呢 东森新闻记者在屏东三地门的灾民安置中心就发现到 有不少送到灾区现场的便当 居然一动也不动的就被倒掉了 这是因为呢很多人说我担心灾民是便当会吃腻 于是呢有餐厅的棕破塞来到现场办流水席 您看到现场呢有满满的意大利面还有羊肉炉 很多人说呢这个办流水席的场面 感觉这边好像有一点不像灾区 我们的独家追踪 几百个洞都没动过的便当 通通被灾民像这样倒进处于桶内 惊人的景象发生在屏东三地门乡的灾民安置中心 看在动员二十个员工早上四点多就爬起来 做便当的业者眼里简直不可思议 都会很难受 像我们今天去到灾区的有人一打开便当说 我们吃的有那么不好吗 所以他总是真是就是糟蹋连家的那个好意 东西多到吃不完原来是怕灾民吃腻便当 直接就在安置中心的操场上搭起棚子 拌起流水席 两百多个灾民洗开五十桌 中午增加菜色 吃buffet 意大利面 寿司 炒米粉 也没吃完 晚上吃的更补 有羊肉炉 烧酒鸡 还有米酒 炖鸡心 全都是师傅的用心料理 我希望说我们下一帮有一些热的东西可以吃啊 因为毕竟便当跟你现场煮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当然做很多个事我不太喜欢吃 习惯吃那个三天饭 周到灾民吃不饱 穿不暖 关怀物资不停往灾区领送 如今却因为食物过剩 只能爆料处理 让爱心肉为负担 东北新闻杨树鹏博如居民屏东三地门报道